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中国居民如何去查询美国的信用记录 之前我做过很多申请美国信用卡 美国银行账户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都通过我的视频 申请到了美国的信用卡 像一些信用卡公司 比如说美国运通和美国花旗 我们可以在他的网银里面 查到我们的美国信用记录 但是我们在网银里面查到的信用记录 只有一个简单的分数 它并没有具体的明细 比如说我现在一共是有几个信用卡账户 我最长的信用卡账户有多久的历史 然后有没有逾期欠费 这些都是看不到的 目前在网上有非常多的 教大家如何去查询美国信用记录的方法 但是根据我的实际测试 网上大部分的方法是针对美国居民 或者说针对有美国社会安全号 SSN的人来申请的 而像我们如果现在身份还是非美国身份的话 其实网上大部分的教程并不能成功 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试错 还有不断的尝试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国居民身份 也能够直接查询信用记录的方法 通过我今天介绍的方法 我们可以免费的查询到自己的美国信用记录 除了能够看到我们的信用分数之外 我们还可以查到我们现在一共有几个信用账户 我们现在美国有多少贷款 然后这些所有的信贷的总额是多少 我们现在使用了多少额度 剩余的额度是多少 我们的还款记录有没有逾期 我们近期有多少hard pool和soft pool 目前影响我们信用分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些的话全部都是能够查询得到的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法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过Aquifax 来查询信用记录 我们直接打开Aquifax的官网 如果英文不好的小伙伴 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 Aquifax是美国的三大信用局之一 它可以监控我们的信用卡贷款 汽车贷款 房屋贷款等一系列 和信贷相关的信息 它的官网一共提供了三种套餐 都是付费的 如果说我们点击左边的立刻注册的话 我们默认选择的是一个月9.95美元 所以说我们不从这里注册 我们点击登录 然后选择我的计划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免费的计划 我们看一下免费的计划 它是提供每个月一次的信用报告 付费的计划是提供每天报告 另外它还提供一些信用监测的功能 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信用记录一个月查一次也足够了 我们直接选择免费的套餐 然后在这个页面的话去输一下自己的信息 主要就是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我叫张三我就输入三张 下面输入生日 再来输入ITN号码 下面输入手机号码 下面输入美国的私人地址 全部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 在下个页面会跳出来一个错误的提示 是需要我们打电话给客服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是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还没有信用记录 可能是因为信用卡刚申请 信用卡公司还没有上报到信用局 所以导致信息的延迟 建议大家在使用信用卡出来两期账单之后再去申请 肯定都是有的 第二种情况是信息输错了 导致没有匹配到相关的信息 第三种情况就是 我信息全部都是正确的 但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提示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我们去打客服的电话 客服会让我们上传身份证件 然后再进行一系列的审核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审核也没有什么用 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呢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的IP的问题 我们去多切换几个美国IP试试 如果说出现这个界面的话 我们直接把页面给关掉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注册成功 然后我们切换IP 用浏览器的隐私模式 或者无痕模式 重新去打开注册页面 然后重新去按照上面的步骤去注册 我自己是在尝试了4-5个IP之后 顺利的注册成功了 不需要电话联系客服 下面向大家演示一下 注册成功之后的一些使用问题 我们账户注册成功之后 就可以直接登陆到后台了 在后台最显眼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信用分数 美国的三大信用局 因为他们的测算分数的模型不一样 所以说每个信用局的分数是略有出入的 但是相差也不会很大 一般相差10分左右的话都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信用分数是705分 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信用分数 我上个月的信用分数是730分 因为最近一个月连续申请了三张信用卡 所以说信用分数会有所下降 在信用分数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测算分数的模型 像花旗的话 它是用FICU模型测算的 所以说他们虽然都是Equifax信用局 拉出来的信用报告 但是他们的分数是不同的 下面可以看到我们下次信用分数的更新日期是12天之后 它是每个月更新一次的 在右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一共是有5个信用账户 信用额度的利用率是10% 在这边可以看到 一般控制在30%以内是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说会对我们的信用分数正向的影响 如果说使用率太高 比如说我现在有1万额度 但是我花了3000以上 也就是说已经使用的额度在30%以上 这样的话会对我的信用分数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们点击左边的信用分数 在这边可以看到影响信用分数的因素 这边可以看到帮我提升分数的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账户的余额 也就是信用卡的花的没有超过30% 是一个提升的效果 第二个是账户没有余期 第三个是最早开始信用卡的日期不太晚 我最早的信用卡账户 距离现在有1年8个月的时间 有美国信用记录超过1年之后 基本上就算是可以随便去申请美国的各种信用卡了 下面是对于信用分数有负面影响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 是最近开信用卡账户的日期太新了 因为我最近一个月连续开了3张信用卡 这个频率是比较高的 会对信用分数有负面影响 第二个的话是缺乏足够的信用记录 信用记录的时间比较短 第三个是没有房贷这个情况 第四是最近开始的账户数太多了 这些都是负面影响 接下来我们点击信用报告 点击概括 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 比如说可以看到我们的账户的平均年龄是8个月 我现在一共是有5张美国的信用卡 最早的是赛报的押金信用卡 是21年12月开始的 我最新的是摩根大通的一张信用卡 是在23年6月 这5张信用卡持有的平均时间是8个月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用账户的类型 其中第一个就是信用卡账户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全部信用卡的额度是多少 然后已经使用了额度是多少 我们点击这边的循环账户 也就是信用卡账户 这里它列出了我们目前已有的所有的信用卡 我们点一个进去 可以看到信用卡的详细的情况 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卡的信用额度是多少 最高的欠款额度是多少 包括下面的还款记录 有没有逾期 这边都是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点进去 每一张的话都可以看到记录 然后下面的话关闭的账户也可以看到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 在个人信息这里我们点一下 可以核对一下自己的信息有没有错误 主要是生日地址这些信息有没有问题 下面的话点击查询 查询的话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硬查询 hard pull 一个是软查询 soft pull 其中的话 hard pull是对我们的信用记录有影响的 近期的hard pull比较多的话 可能会降低我们的信用分数 而soft pull对我们的信用记录是没有影响的 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自己近期查询的一个记录 所有的查询记录都会在档案里面保留两年 下面的公共记录的话 比如说是手机卡 手机账单 水电费账单 这些公共记录会出现在这里 其他的话需要关注的是冻结 比如说我不想让银行和金融机构去查看我的信用记录 我可以在这里把它冻结掉 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看到我的信用记录了 但是这样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申请信用卡和贷款 如果说我们近期要申请信用卡贷款的话 就必须把它解冻 另外欺诈和警报这些的话是付费套餐里面的内容 争议中心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信用不符的 如果有的话可以发起争议 下面的话 优惠就是根据我们的金融的分数 给我们介绍一些信用卡以及其他的推荐 以上就是今天向大家介绍的中国居民如何查询 美国信用记录的方法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通过注册EQFAX的账户 我们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美国信用记录 包括我们现在有多少张信用卡 信用卡的使用率 以及最近的hard pool soft pool这些查询 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关注到 我们的美国信用记录 如果大家在申请账户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想要申请美国信用卡 或者想要了解美国金融税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视频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